Om A Rābhājā Nādī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音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素责 愿吉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阿比达玛居士论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第一个 论明之义已经讲完了 论明之义是有三个方面来讲的 然后今天讲这个论译 论译的时候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如造论之分和真实论译 如造论之分分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顶礼于律师 解所论明 此论于必要当司法成立佛所 在三个方面讲的 第一个呢 就是讲那个 逆战于律师 下面就是将那个 何者进会一切案 因总脱离人回离 顶礼如礼 说法佛 对法藏人此相说 这个呢 就是首先是 实情论是 他公公尽尽的顶礼分四 释迦牟尼佛的顶礼句 这个顶礼句呢 有很多的大德 他在这个解释方法上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不同 但是我们呢 就是又根据他的这个论译 大概的这个 宣说了他的这个本译就可以了 他这里呢 就是说这个 何者进会一切案 就是何者是 吃力是指的 是白刺 然后呢 就是他就 代表就是 释迦牟尼佛 唯一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 就是他能这个 进会一切世间的赤岸 就是无明于尺的黑暗 并且呢 就是能这个 引导无边无际的众生 脱离轮回的余力 这样的这个佛陀面前呢 就是作者实情论师 就是 顶礼这个 如你所法的佛陀 就是首先是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 就是我们后续者也是应该 在这个时候呢 一念这个佛陀的恩德 然后这个作者实情论师的话呢 他也是这个先呢 就是顶礼这个佛陀 顶礼佛陀的必要呢 大家都知道是 一方面是 知道这个佛陀的功德和佛陀的这种这个威力 还有呢 就是自己呢 就是也就说明是这个佛教徒 就是作者自己呢 就是说明是佛教徒 还有能圆满就是这个积累资粮 然后呢就是造论这个自受自重 这个结为圆满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必要就是 所以这个事情认识呢 就是在这里 赞叹这个佛陀的这个端正功德 然后呢就是先这个如你的顶礼就是 顶礼什么呢 就是顶礼就是在整个世间上呢 唯一的佛陀能如你如法的这个 说这个一切佛法的身奥之一 因此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就是先就是做这个顶礼 先做顶礼以后呢 就是下面就是这一句话呢 就是说就是历史句 就是所谓的历史句 对法藏论次宣说 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是说这个阿毕达摩论 就是对法藏论 这个对法藏论的话呢就是在这里这个 说了宣说的 说宣说我们顶礼以后做什么呢 顶礼以后呢就要这个世间论师呢 就是要给我们这个宣讲这个对法藏 因为这个对法的话呢 他对这个一切法的中相和别相 也就是说就是所有的这个去向解脱 去向解脱和涅槃的法门也在这里宣说了 然后这个在轮回当中的这个所有的心和心所 外面的这个色法等等就是所有的万法的法相呢 这里面也已经这个讲了 因此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 非常重要这个精通这个举手论的话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精通这个举手论的话呢 那么就是一切万法的真正的真相就是 也就是说是明眼当中的这些真相呢 就很难以这个通道 现在我们经常呢就是很多人就是 愿意自己呢就是通到一切佛法方面的道理 但是佛法方面的广大的这些道理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修所论的这个含义 如果你修所论的没有通道的话呢 恐怕就是乌云这个十六处或者十二处这个十八戒等等 就是这些道理也不会懂的 心和心所或者是这个外境与幽境之间的差别的话呢 都不会懂的 因此作为一个佛教徒 尤其是这个闻思修行佛法的人来讲 就是这个精通这个举手论呢就是非常重要 因此呢在这里这个实经论师呢 先定立这个具有无上功德的这个佛陀 然后呢就是他就立了一个实验 就是立实验呢 我在这里呢就是宣说这个举手论 就是宣说呢就是对法藏论 就是详细的这个宣说对法藏论 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 大家这个听书的过程当中也这样想 就是我们先呢就是定立这个 就是断正圆满的这个佛陀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然后呢就是自己也是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发下誓言 就是我好好地这个听书这个举手论 就是听书居士论 在这个听书过程当中的话呢 就是遇到这个生命危险也是不断传承 应该呢就是这个圆满就是听完就是 这是我想是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呢 就是也应该在这里就是发这样的这个誓言 然后我也是这个心里面想就是一边呢就是翻一碗 就是另一边呢就是一边呢就是应该给大家这个 这个讲圆满就是就是这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诸佛菩萨面前呢 应该就是先这个定立就是作为佛教徒的话呢 因为所谓的佛法呢 并不是全部是完颜的这个理解 就是这是应该在自己类心当中 每一个道理都是在自己的类心当中 来这个发誓言或者是这个觉醒就是发菩提心 就是这是非常重要 因此呢我想除了就是个别的有些这个开档法会 以后这个会这个自己的故乡的人以外呢 一般来说这个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 这样这个甚深的法门呢 应该是这个提圆满就是 所谓的这个佛法呢就是通过闻思才得到这个利益的 并不是是就是通过顺便就是加持啊 或者是观光旅游啊 这样的这种佛法呢就是不会究竟的 因此呢就知识那个俱世论颂词当中的这个 这个书前这个就是介绍呢就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这个江阳龙特王伯给我们就是做解释的 通过自利端正圆满 他利事业圆满 承担利他之分别圆满 而赞叹佛陀 他是这个赞叹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是端正圆满 还有这个佛陀的事业圆满 然后承担利他的这个分别圆满 就是方便和端正 还有这个事业 希望大家这个颂词讲义里面的这些这个解释方法呢 就应该搞明白 到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一方面是这个俱世论的这个颂词要考试 就是考试这个书面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颂词呢 就是这时候呢 你最好不要自己这个 就是胡说 就是应该这个根据他的这个 讲义的这个意义来这个宣说 就是这是很重要 就是通过他的这个 在三种圆满的方式来就是赞叹佛陀 其中三种圆满 我们本诵当中说何者的代词 当然是代词有一般的这个代词和特殊的代词 而且一般业特殊中均有许多分类 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代词的就是一般的这个用法 就是在这个就是那个藏文的一些用法方面 就是它是代表这个代词的 在韩文当中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代词 或者是这个事物代词 就是这些方面的话呢 这个何者呢 不一定是就是指的是一个代词 但是它这里呢就是藏文这个专用 借用的一种这个代词 代词的话呢就是它是一般的一种代词 或者是特殊的代词 它这里呢就是以这个何者 以一种这个文好的这个方式来就是代表这个代词 代替什么呢就是代替这个下面就是 下一句当中将要马上这个宣说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它是代的是这样的 此处从灰烬一切岸的此举可持 这里的何者唯一只代的就是这个佛陀 就是因为它下面呢就是灰烬一切岸 就是灰烬一切岸 灰烬一切岸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前面的这个何者呢 就是要代的这个佛陀 就是代表的佛陀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那个佛陀呢才能毁坏一切岸 其他的话呢就是下面所要讲的一样 就是一般这个阿罗汉啊菩萨啊 他们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障碍 就是他们还有一些障碍 当然这个障碍的话呢 是这样这个小乘论大 就是小乘当中的话呢 就是它所谓的这个障碍呢 就是一个是烦恼障 一个呢就是这个非烦恼障 就是非烦恼障 就是它没有这个所知障的这种名称 就是所知障呢 是大乘这个焦点当中的一种这个名词 所以它这里呢就是讲的是 能这个摧毁一切黑暗的呢 就是指的是佛陀 因为除了佛陀以外 唯有他则能毁坏一切岸 比方说整个东西送给大义婆罗门 人们呢就是立即就知道是这个 专门指的是天乐婆罗门 就是如果这个天乐婆罗门呢 就是它有这种唯一的这个特点的话呢 那么就是这个东西送给这个婆罗门 人们都知道这是就是骗了婆罗门 因为其他呢就是不具足这种白衣的话呢 就是他就马上知道说 哦 这都是这个婆罗门呢 应该是这个婆罗门呢 就本来是重的一个代词就是重的代词 但是在这里在特殊情况下呢 他用的也是这个特殊的一些 骗了婆罗门等等就是同样的道理 所谓的一切就是相当这个 这里呢我想是那个姿势当中 我们可能看就是也许是也有点这个困难 就是他这里面的一个每一个次举的这个意思呢 在自私当中下面就是有些地方就特别广 但有些地方呢比较略就是 所以全部东倒的话呢就是恐怕有很大的这个困难 他这里所有的一切呢就是指的是 十二处所谓的一切法 其实十二处所谓的一切法当中也是可以除了五位法以外 就是全部可以包括的 然后呢 乌云这个所谓的一切法当中也可以包括的 十八处所谓的一切法当中也可以包括一切万法 但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为了了知这个所谓的一切真相 所以呢他这里就是这样分的 他这里这个一切呢就是指的是十二处所谓的一切法 佛经中也这样说的 佛罗门所谓一切即是十二处所有法 就是在佛经当中也专门有这种记载法 就是所以他这里的这个一切呢就指的是十二处所谓的一切法 就这些呢大家还是应该就是自念上这个解释的时候呢 刚才颂词里面的十二处是指的是什么 何则是指的是什么 那么这个金会是什么 就是金会呢就是指的是什么 就这些呢应该就是解释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些圣者的这个语言来这个解释是非常好的 然后下面呢就是说这个赤岸就是 当然那个颂词里面都是只说是岸 但实际上是这个赤岸就是 所以在这里这个印号当中也是这样的赤岸吧 赤岸呢就是指的是我指的根本十八种这个睡眠 十八种睡眠呢就是下面还有这个详细的讲 就是第五品当中这个详细的讲 所以呢就是十八种这个八十种睡眠 就是八十种睡眠 然后呢以及这个七所数 就是七这个与他这个所数的还有很多的这种烦恼 包括居然不知之痴岸与死不知因等非居然不知之痴岸 就是痴岸的话呢就是这个居然不知之痴岸和还有那个 死不知因等这个非居然不知之痴岸就是有两种痴岸就是两种痴岸就是 这是我们大乘当中相当于是这个烦恼痴和这个所知痴岸 因为后面的这个四种不知因等非居然不知痴岸呢就是指的是所知痴 就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说法这一点恐怕你们也很多人记得吧 曼彭仁波切在那个《成情报主论》当中呢也是讲了这个声闻和大乘之间的一些差别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声闻阿罗汉的话呢就是他们还没有断掉这个四种不知啊 就是四种不知的习气呢就是他们还没有断掉就是 所以呢他这里呢就是指的是就是也就是说那个他包括的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居然不和非居然不 也就是说这个烦恼和非烦恼的这个愚痴就是非烦恼的 当时我们那个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就是阿罗汉就是虽然是没有烦恼 但是呢非这个燃物的这种烦恼呢为什么是没有的就是 专门这个颂词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意思吧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讲那个这个如来的法呢就是世间的所有的这个 这个居然不知痴安和这个然后这个非居然不知痴安就是全部呢就是全部灰烦了 全部就是断除了就是全部断除了 如世人同常所说的黑暗能增碍见到实法就是这是这个如果没有什么月光啊没有什么颠峰的话呢就是 就是人们就是经常认为是今天天很黑啊就是整个黑暗就是你没有颠峰的话可能路都看不见就是说 所以这个黑暗呢已经遮蔽了就是整个这个设法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同样的道理一两种不知就是刚才前面讲的两种不知障碍 障碍见到实相 两种障碍吧就是两种那个痴安的话呢就是能这个障碍这个见到实相 这一点这个小乘也是这样承认的 就这样承认的 那么何为四不知隐呢 他下面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讲了这个四种不知隐 在其他的论典当中呢 经常这个四不知隐呢 有时候就是比较这个难以这个 记得就是就是不好动 就是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应该记住 以前我们讲《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在四种不知隐吧就是已经讲得比较清楚吧 这样的 因这个佛法生息而不知 然后呢就是因对境遥远而不知 因世间救援而不知 因分类无量而不知 就是总共有这个四种不知 其中呢就是第一个因佛法生息而不知呢 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因为这个阿罗汉他们的话呢 就是相续当中是有这个四种不知隐 就是四种不知隐 但是这个佛陀的话呢 他所有的这些不知隐呢 就是全部已经断掉了 因此他这里这个 就是指得刚才不是前面讲了吗 就是在佛陀面前顶礼 为什么是佛陀面前顶礼呢 因为世间上的所有的这个不知 所有的这些无影 所有的这个烦恼和愚痴呢 全部都已经这个撤毁无影 就是全部这个撤毁无影 就像是太阳呢 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的黑暗呢 就是全部这个去除 就是全部遣除 同样的道理 佛陀有这样的这个当政方面的这个功德 因此他这里呢就是 他已经这个遣除了四种这个不知隐 他这里就是讲了一个 什么叫做这个四种不知隐呢 因为这个四种不知隐呢 阿罗汉的相续当中是居住的 佛陀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不具足 因此有这样的这个差别 佛陀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有四种不知隐是不具足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讲这个佛法生息而不知呢 就是这是这个 因这个佛法生息而不知 如舍利则尊者 不知如乃者皆云当 就是舍利子呢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虽然是这个智慧第一的阿罗汉 就是在他的这个所有的眷属当中呢 就是智慧就是超胜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其他的凡夫和阿罗汉 但是他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戒运 就是他这里戒运呢就是指的是戒法 就是佛陀呢在多生雷经当中 然后就是他受持的这个有路和无路的这个戒律的量 戒律的这种量呢 他去这个想衡量的话呢 就根本没办法这个衡量的 因此这个这个呢就是这个舍利子的话呢 就是根本不知道 因为佛法呢就是非常这个深细 就是有些这个佛陀的无事以来 这个集裂资量的这种很这个深深和这个细致的 这些法门和略叠的话呢 就是他就根本没办法衡量的 就是这是这个阿罗汉也是无法衡量的 就是这是一个一个道理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因德经遥远而不知 如目犍连不知自己母亲转生到聚光佛插 这个呢就是目犍连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是这个神通 就是第一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阿罗汉就是弟子 但是他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记得吧 就是那个就是佛经当中也有 他呢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呢就是已经转生到这个聚光佛的插头 就是聚光佛的插头 就这也是是那个因为这个对境遥远吧 就是因为那个聚光佛的这个插头 你现在我们的这个说破世界的这个插头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百万那个巨子 所以很远的地方的话呢就是阿罗汉的这个我们经常以前讲过吧 阿罗汉的这个望远镜呢 因为只能就是用于就是他自己这个附近的一些地方 很远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他就根本没办法这个车辆 但是佛陀的智慧呢就是能知道就是他的母亲 已经转生到这个聚光佛的插头的道理 就是只是一个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因世间俱而布置 如瑟利子布置化解施主具有随解脱分的三根 就是不是当时那个化解施主呢就是八十几岁啊就是 就是他来向那个出家的时候呢 瑟利子就是他就通过他的僧童来观察的话 好像就是他即生当中出家的缘分没有到就是 因此呢就是他不能开许 然后那个老这个老老什么那个化解的话呢 就是到处都那个去去去去就是搞关系 就是结果呢就是佛陀佛陀就是通过这个佛陀的关系呢就是 然后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让他这个出家就是佛陀呢用僧童去观察的话呢 他好像那个是不是以前那个变成猪的时候呢就是 他那个就是在什么这个 他在泥水里面就是 然后就是他的身上站在的那个泥土呢就是 站在那个佛陀佛陀那个裂开的地方就是愈合就是 以这个激烈质量的原因呢就是最后就是 他有这种这个随解脱分的三根 但这个好像有两种这个说法 但是呢在这里面就是也可以这样讲吧 后来呢就是佛陀就是知道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的 以前就是造的这个随解脱分的三根呢 就现在已经成熟的道理 然后那个当时这个阿罗汉的话呢就是是没有这个知道 就是所以这个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就是佛陀呢就是 就是因这个世间救援的这种不知呢就是没有的 阿罗汉呢就是这个存在的这种 第四个问题就是因分了无量而不知 如阿罗汉就是罗霍罗言就是 他那个阿罗汉当中的这个罗霍罗呢就是他什么样说的 他说这个空虚引以为因各种各样之分类非偏知佛不了知 了知自古编知力 他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就是空虚的这个毛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颜色 那么这样的这个颜色的话除了这个佛陀以外呢就是不可能知道是他的这个气味的这个因缘 就是其实他呢也有这个因缘 实际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玩法的类别呢都是不同的 但是唯有这个佛陀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因果的这个系列差别啊 或者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就是万世万物的这个最气味的这些差别呢 在佛陀的这个智慧面前呢全部是一目了然 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凡夫人不要说是阿罗汉的也是根本不知道的 因此呢说那个我们现在造的什么业呢 就是最后变成什么样的果呢 这是必须要就是经过这个就是用这个佛经来衡量 用佛经来衡量的话是这一点也是不会错的 因此呢他这里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因分了无量而不知 就是这是阿罗汉呢就是他已经具足了 就是但佛陀的话呢 就是因这个分了无量而不知的现象呢 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 佛陀对于这一切这一切这毫无混杂的意义命质 就是命质 就是净毁是者呢就是烦恼就是不服再生就是净毁 经会的话 佛陀将自己相续当中的 今所有之和如所有之 已经摧毁了所有的烦恼和 他的细练的习气 不复在产生 因而此论直接宣说了端处圆满 端正圆满里面的端处圆满 然而简介说明了证悟圆满 刚才不是讲三种圆满吧 端正圆满和事业圆满和方便圆满 前面讲了三种圆满 直接宣说他的端处圆满 梵恼障和所知障 我们大乘的说法的话 梵恼障和所知障全部端处 但是俱舍论当中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用 俱舍他自己的名词来说吧 说是燃物和非燃物的无名 用无名可以说 燃物和非燃物的无名 佛陀全部已经端处了 所以这叫做端处圆满 然后说词里面 不是很明显的 只说是一个净会 没有说是什么证物什么什么 没有这样说 所以刚才说词里面 佛陀的见解的证物圆满 也已经见解的说明了 见解的也说明了证物圆满 既然端处了烦恼 那智慧就必须会是圆满的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也知道 就是互相观大而产生的 因为他的所有的烦恼和非烦恼的无名 全部断尽无语的话 那他的智慧一定会是圆满的 这个证物肯定会圆满的 因此智慧圆满 就是从见解而说明的 佛陀处优惠是圆满利他的大尊主 因为佛陀能真正引导有缘众生脱离 寻取乌云身世 接念不断 扭转轮回的玉满 它成为轮回有两种 我们七十节也可以叫整个 也就是说三节的七十节叫轮回 为什么它可以叫轮回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一直接念不断的出所 然后在这里面 轮回扭转车的众生也可以叫轮回 为什么呢 因为见谅不断的就是众生 所以众生的七十节和有情十节 都可以叫轮回 那么轮回我们可以用鱼里来比喻 为什么是鱼里来比喻的话 下面它这里也有这个意思 之所以成为轮回利益 是因为一般鱼里都是 青蛙当寒身积聚的地方难以预遇 必须依靠它则才能预处 就是我们知道一般就是一些鱼里吧 就是鱼里的话 它里面也具有很多肮脏的青蛙当 一些随身动物 就是随身的寒身 这是一个方面的比喻 还有就是如果你沉溺在鱼里当中的话 通过自己的这个力量很难以 尤其是身体稍微重一点 像大象牦牛这些 在这个你如果撑下去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自己这个自拔 就是必须要依靠一个其他的这个 众生的力量 或者其他的一种能力 才能从这样的鱼里当中获得解脱的 同样的道理 轮回也是凡夫众生积聚之处 有爱的这个情依 就是有爱的这个情依 爱呢 就是这里十二元气当中的这个爱 就是轮回当中的爱的这种情依 很难这个很难这个越过 必须要依靠这个佛陀才能跨越 就是所以刚才那个 中生里面呢 就是什么 因种脱离轮回离 就是他这里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轮回离呢 就是为什么是他用这个 这个与你呢这个比喻的原因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那个 这个与你当中的话呢 那当然自己就没办法这个自拔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轮回当中的话呢 唯有的这个佛陀的智慧 智慧力量呢 才能我们从轮回的这个与你当中 获得这个解脱的 所以从这方面来就是做这个比喻的 佛陀还是具足成本利他的这个圆满方便 就是方便圆满也是具足的 刚才我们前面就是一个众说就是 他已经具足了短正圆满 事业圆满 这个利他圆满 刚才前面呢 就是从轮回当中 获得这个解脱的这种能力呢 就是也可以叫做是这个 事业圆满 然后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呢 他能具足成本利他的方便圆满 就是圆满方便 因为佛为你有情如是宣说呢 自己所证之道 如果其他的话呢 不一定就是宣说 我们有些呢 就是自己对佛法稍微懂一点都是 也不给这个有缘的众生宣说 但是佛陀呢不像这样的 他不会这样报复的 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些法要和 自己所开导的这些光明的道路呢 就是让这个五两个众生面前呢 也已经宣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 按照小乘的说法的话 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几千年了 但是呢 因为他给我们指导的这种道路呢 他给我们指导的这种道路呢 还是在我们人们面前 因此呢 依靠他呢 有这个解脱的机会 所以宣说了 就是自己指导 为此在居住三圆满的佛陀前顶礼 就是作者实情论师呢 就是居住三种圆满的佛陀面前 是作顶礼的 作顶礼呢 就是作者实情论师 何时作顶礼呢 于造论处持顶礼 就是造论的开头吧 就是我们 他当时什么时候顶礼呢 就是他造论的时候 那么我们呢 这个什么 对谁顶礼呢 就是佛陀面前顶礼 然后这个谁顶礼呢 就是我们这个 在座的这个所有的 这个四种弟子呢 就是向佛顶礼 什么时候顶礼呢 就是这个 听法的开端吧 就是现在这个俱舍论呢 就刚刚开始 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这个 心里面就是顶礼 因为这个 我们心心修行里面 也是引用一些教证吧 就是佛陀面前呢 哪怕是这个身体呢 一次的顶礼 心里内呢 一次公斤的话呢 也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 因此呢 大家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也应该心里面 就是观想就是 这个佛面前这个顶礼 以何种方式顶礼呢 以三门恭敬 就是三门毕恭毕敬的方式 而这个 你把就是 这个三门恭敬的这个顶礼 就是我们呢 就是每次都是在那个 这佛陀面前是这个 顶三次 这个三次顶礼 就是希望你们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什么场合呢 听法之前呢 要求就是大家 这个还是在佛陀面前 顶礼三百就是 这是我想是 但我们有些人的这个 听法的话呢 一点都是不规矩 就是好像家里这个听法 这些人是根本没有想到 就是有功德 就是不向这个佛法 就是来对待就是 就是这种这个做法 可能不太合理的 就是应该这样这个顶礼 有顶礼呢 就是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就是为了使自己与圣者行为一致 以及成办战士究竟知识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顶礼呢 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行为和圣者的这个行为 就是变成融为一体 因为圣者能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诸佛菩萨面前顶礼 诸佛菩萨面前恭敬 诸佛菩萨呢 就是赞叹他们的功德 他们的这个实际行为呢 就是全部是这样的 我们的话呢 也应该是这个顶礼 就并且呢 就是成办就是暂时的我们一切这个事业 最后这个究竟的这个 这个成佛的事业呢 就是全部就是得以这个成 得以这种这个成办 顶礼之后做什么呢 应当详细宣说对法藏论 就是他这个作者呢 就是先顶礼佛陀 顶礼佛陀以后他要说什么呢 就是他就开始这个宣讲佛陀 就是现在宣讲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法藏 就是阿毕达摩居舍论 对法藏论的内容呢 就是下文宣说 论的翻译 称为是这个下诈 就是下诈呢 就是论的这个 我们这里居舍论吧 就是居舍论是 颂词里面都是没有说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对法论吧 就是对法论 对法论藏里面的这个对法呢 对法论藏呢 就是下面就是 可能明和天还要这个继续讲 然后什么叫做是论呢 就是论是在印度翻译当中 它叫做是下诈 然后下诈这个意义 就是它的意义翻译出来的话呢 我们前面一些论典当中 也已经讲过就是 所谓的论的意思呢 有对治和救护就是两个意思 也就是说是对治烦恼忘年 从恶趣善有种 苦海当中是这个就是救脱出来 就是这就是论的意思 因此呢 像这个俱舍论这样的话呢 就是它具足这个论的法相就是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对治烦恼的这个法相呢 就是它已经具足了 因此可以叫论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从恶趣当中呢 就是获得这个解脱 就是能这个解救 我们这个本来呢 就是要介入这个 驱入恶趣的话呢 就是从恶趣当中获得这个解脱 它有这种救护的能力 因此呢 就也可以称这为是论 论的两大法相呢 就是已经具足了 对此要相识 对此要积为细致加以解释 必要 就是这样这个定理的必要是什么呢 为暂时造论圆满 这个究竟获得解脱 讲到这里 为暂时造论圆满 词词詞三国 小婷 词曲三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